我们关注到今年双11购物狂欢节 一如往年在台湾掀起热潮 台媒报道在大陆电商平台上 露营旅行用品等品类的台湾地区销售额 出现了超三倍以上的同比增长 首度来大陆电商平台双11下单的新用户 也大涨超三倍 但沈博洋等民进党民意代表却指控 淘宝以养套杀等策略渗透台湾市场 并有搜集各资的嫌疑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第二个问题关于双11 每年11月的双11电商购物节 对是大陆非常火爆的网络购物季 台湾民众也是热烈的响应并踊跃的参与 那今年我们看到一些电商平台 是推出了部分商品跨境免运费 可以当地退货等新的服务 那充分满足台湾消费者多样化的商品需求和物流的选择 我们欢迎更多的台湾民众与大陆同胞一起 共享安全便捷的网络购物环境 乐见广大台湾民众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 你刚刚提到沈博洋 我想沈博洋利用淘宝做些什么事 大家应该是有所耳闻 需要指出大陆的电商平台是满足台湾消费者多样化商品需求和物流选择的平台 绝不会成为台独顽固分子 谋独敛财的工具 刚发言人说到黑熊学院沈博洋他多次利用淘宝做了些什么事情 人尽皆知 可以请发言人再展开说一说吗 谢谢 沈博洋的问题 那你去查一查就好了 我不替他代言 第二个问题是 简连电董事长曹新成 因为被列入成都名单 那日前他开国际记者会 对大陆国台办主任宋涛以及发言人陈兵华 提出了刑事自诉 那这也是两岸首位台湾民众控告大陆官员的案例 请问国台办如何评论 第三题 延续上一题 曹新成的律师郑文龙他表示 因为国台办发言人透过记者会来传播 让曹新成先生在台湾看到后会觉得非常害怕 因此他以这个恐吓为害的安全罪 在台湾进行了这个控告 那想请问发言人 因为您同样也是站在前线 第一时间得知消息 就不论是您或是陈碧华陈菊 你们第一时间的感受跟他一样会害怕吗 或者是无感 谢谢 曹新成在上演的种种闹剧呢 恰恰是不打自招 充分暴露了其台独本性和色力内人的迥态 台独是绝路 台独分子是秋后的骂着 我们将坚定不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领土完整 坚决依法打击一切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行径 刚刚你第三个问题是问发言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什么感觉 曹新成说对大陆方面依法对其谋独行径 实施惩戒感到害怕 这恰恰充分暴露出他在成都法网之下的心惊胆寒 恰恰证明我们依法逞逻的正义之举 打到了台独分裂分子的七寸 至于说个人如何看待 正义之举得到多助 坦坦荡荡 所谓他们扬言反制 只是一场闹剧 刘德华日前在台北演唱会上演唱中国人获得热烈反响 但同时也遭到了岛内绿营政客的攻击 绿营政客称刘德华是媚共艺人 他的演唱会不值得去看 演唱中国人也是非常中国的设计 是在搞统战 请愿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刘德华赴台举办演唱会 大家看到是受到台湾歌迷的非常热烈的欢迎 他演唱的歌曲《中国人》是由台湾音乐人创作 其中的经典歌词 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 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不仅能得到现场观众的热烈的响应 也引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广泛的共鸣 一些绿营政客数点望组 妄图以政治操弄干扰正常的音乐交流 已经遭到岛内舆论的同声踏伐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 都是龙的船人 有着中国心说着中国话 爱着灯火里的中国 爱我中华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尊严和荣耀 我们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守中国人的民族大义 坚决反对台独和大陆同胞一道 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 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这个黑熊学院的商城 我们来看看黑熊学院到底在干嘛 刚刚已经CUE黑熊学院卖的课程 黑熊学院也有卖很多商品 大家看这个还有什么 Kuma Drink过滤水壶 过滤水壶要1280 这不便宜这个水壶 迷你黑熊勇士390 轻量行动滤水过滤器 就是你躲到哪里都可以 喝水啦是不是好厉害 黑熊吊带什么 飞冲气势直接带 这阿里布达少年防卫课 反正就是这些啦 黑熊学院的商品来 我给大家CUE一下这个图 来 这个是刚刚看到的黑熊学院的水壶 来我们我放大一点 这个是右边Kuma Drink 的这个过滤水壶 售价台币1280 左边呢是这个是淘宝嘛 是不是淘宝上面有一个很像 我不能说一样 我只能说看起来好长得怎么那么像的一款水壶 这个29块人民币 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该怎么讲很多东西是见仁见智啦 就是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价值很难讲啊 就是 我不能讲同样啦就是类似的商品 有的商品要卖1280 那有的商品只要卖29块人民币 售价台币是多少 100 100 128是不是 反正就是一个是1280 一个是128 大概是这样 10倍的价差 那这种东西你要怎么讲的说 那为什么是不是被骗呢 我在此要跟大家 就是我要替黑熊学院说话 这个商品虽然看起来很像 但是很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左边的这个淘宝的这个水壶 它没有民主的价值 右边的黑熊学院的这个水壶 它是民主自由的水壶 它有更精细 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在民主自由的国家生产的 它整个quality整个质感都比较好 那左边这个在独裁的这个专制的地方 生产的这个劣质品 它使用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差 所以才产生了这个10倍的差价 所以为什么这两个产品的价差差这么多 虽然类似但是价格天差地别 关键的因素在民主与自由 好不好 所以就是先跟大家讲一下 所以如果大家 不想要买这个淘宝的这个便宜货 这个专制的东西 大家可以上这个KUMA这个黑熊学院 去买这个台湾制造民主自由的这个水壶 也不够差10倍的价钱而已 为民主这算什么 品质会比较好啦好不好 有民主嘛 来下一个产品 我也是要cue一下 来导播来cue下一个产品 这个左边的这个是也是黑熊学院他卖的 这个叫防灾贝尔包 它里面有什么护目镜啊 什么弹性绷带纱布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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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多功能垂钳 这个多功能垂钳呢 它有点像瑞士刀的概念 它可以锤可以敲 然后可以割可以开什么的 就是一个多功能 类似那种瑞士小刀 多功能垂钳 看起来真的蛮好用的 那真的什么 在灾祸的时候啊 那那你可能紧急的时候 你可能有这个东西 可能哎 搞不好就可以真的发挥一些什么 意想不到的效用 我记得就是哥 哥讲这个就要透露我的年纪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 美国影集叫做马盖仙啊 好像他叫做百战天龙 那个影集叫百战天龙 然后那男主角叫马盖仙 哎小编你们有没有听过 百战天龙马盖仙 好那个忠天子虞没有啊 制作人没有完了 我透露我的年纪了啊 好没有关系 年纪大的那个观众跟我一起 那个马盖仙呢 他就拿一把瑞士小刀 瑞士小刀就是 他随身会有一把瑞士小刀 然后马盖仙他就是出任务嘛 他好像替那个什么FBI还是什么 反正就类似 那种秘密情报人员 然后他出任务 然后可能就被坏人 就困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 然后他就可以拿出 他那把瑞士小刀 然后就开始就是做做做 哎就开始就就 反正就脱困了 要不然就是把电线接在一起 要不然干嘛 然后瑞士刀还可以拆 那个什么定时炸弹啊 要不然就怎样哦 好厉害 还可以开锁还可以干嘛 就是那把瑞士小刀 马盖仙哦 那我想真的大家有学过的话 像这种多功能的 这种防灾垂钱 黑熊学院的这个防灾垂钱 可能真的可以发挥功用 但是呢 淘宝上面呢 也有类似的产品 我必须讲是类似啊 类似的产品 黑熊学院这个产品 我不知道卖多少钱 但是淘宝上面呢 29.8块 换算成台币 怎么又是这个价 好像也是120几 怎么淘宝专门卖29.8的东西啊 好所以淘宝也有很便宜的 这个产品可以选哦 但是我必须讲 质量上面呢 质量上面一定是 黑熊学院的比较好 哦制作人帮我找到了 左边的黑熊学院的 这一把多功能垂钱 台币1380 是整个防灾包 哦整个防灾包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 整个防灾包 台币1380 含这个多功能垂钱 怎么黑熊学院那么爱 爱卖这个价哦 不是1280就是1380 好那右边的这个多功能垂钱呢 人民币29.8块哦 那到至于怎么样 大家就见仁见智 我必须讲啊 不同的商品啊 因为左边 他是挂黑熊学院的 Mark Logo 然后可能质感也不一样 因为他有 就是在自由民主的国度做的 质感一定比专制的国度来的好 哦理由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了 哦所以这个这个是黑熊学院的多功能垂钱了 那我必须讲啊就是这个沈柏阳呢 在这个行销上面的确是满有手段的 所以你当立委可惜了不是吗 还是你当立委是为了要促销你的商品 如果是这个这个想法的话 那我可以理解啦 那毕竟就是主业还是要顾好 很厉害啦 我觉得沈柏阳在行销上面的确是有他的一套 好不好 那个黑熊学院的这些东西 一定又大卖特卖了一波 结尾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大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录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铃密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